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我们要一起走进一首千古流传的词作 燕书的幻兮沙 如果你曾被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打动 那么今天的解析一定会让你更深入了解 这对千古其有背后的奥妙 燕书 这位集宰相与词人身份于一身的大家 如何用看似平淡的文字写出了如此美而不俗的情感 他又为何能在仕途坦荡中 写出让人反复咀嚼的词句 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 燕书的词作到底凭什么历久弥新 广为传颂 先欣赏以下原文 唤兮沙一曲心词酒一杯 一曲心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就停台 夕阳西下几十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相近独徘徊 一文新作的词曲伴着一杯美酒 眼前的风景依旧是去年的天气和老亭台 夕阳西下的美景何时才能重现 花儿终究会无奈凋谢 燕子仿佛是故人归来 让人倍感熟悉 我在小园的湘境上独自徘徊 追忆往昔 这首《唤兮沙》是燕书晚年时期的作品 那个时候的她观韵亨通 早已位列高位 生活安逸 然而 仕途上的顺遂并没有让她忘记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和人生的无常 在这首词里 我们看到了她对时光逝去的无奈和对熟悉景象重现的欣慰 全词格调优美 既有柔情 不显哀愁 体现出她淡泊 宁静的性情 相比于刘勇 张仙等人此中的漂泊 积虑之苦 燕书的作品更为平和 她的生活从未经历太多波折 贵为宰相 这种地位和生活决定了她作品中的情感基调 没有太多生活的苦涩与坎坷 更多的是一种温润如水的情感流露 赏西 首先这首词在结构上巧妙 前后两片自然对账 情感也有浅入深 前片已久停台 夕阳作为铺垫 描绘出一种略带惆怅的场景 心词美酒 就是停台 夕阳的消逝 在这里仿佛在提醒着人们 时光流逝不复返 就像你站在一个曾经熟悉的地方 突然感受到岁月已经悄然流逝 这种淡淡的感伤 在几十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 燕书并没有让这种感伤情绪继续蔓延 她在后片用了两个经典的队友剧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这是整首词的核心 也是千古传颂的名剧 这两句不仅对仗工整 韵律优美 而且情感内涵极为深刻 对偶之美 《无可奈何花落去》中的花落 代表了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 而《无可奈何》更是道出了人类面对自然规律的无力感 无论我们如何不舍 花儿总是会泄去 时间也总是会消逝 很多人读到这里 或许会觉得燕书心中满是对美好事物消逝的无奈与哀愁 但紧接住 它用似曾相识燕归来给我们一种温暖的回旋 燕子的归来 代表着希望的重现 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 这种重逢感让人心里多了一份安慰 这两句对仗极为工整 意境也是一鸣一案 一杯一喜 形成了情感上的对比 让整首词有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 正因为这份情感的转换自然流畅 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才被誉为千古奇偶 真性情的流露 燕书的词集中 几乎没有一首诗赐运之作 这说明它在创作中 是完全为了抒发自己的性情 而不是为了应酬或者迎合他人 这一点与南宋时一些词人 将词作为交友工具 甚至试图进阶的敲门砖 有着鲜明对比 燕书的作品是他内心真实情感的反应 正因如此 他的词作中带有一种难得的真挚 与自然之美 他的词作中没有刘勇 张仙等人那种流浪的愁苦 因为他从未有过漂泊的生活 一生富贵 这让他的作品更多的是淡淡的感慨 而不是深沉的忧愁 即便有对时间流逝的无奈 也不带有太多沉重的负面情绪 反而像一杯温润的茶 贫起来忧长绵远 意味深长 燕书与诵词风格的差异 燕书在诵词中的地位不可忽视 他的词以公文 典雅著称 远离那些世俗的纷争 他与那些为了应酬 或者追逐功名的词人不同 更注重个人的性情抒发 真正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宁静与淡薄 他不像刘勇那样描写江湖的漂泊 和风月场所的情仇 也不像苏氏那样用词表达雄心壮志 燕书的词更多是精致而优美的 恰如他的仕途 平稳而顺遂 正因为他从不为他人应景而作词 他的作品中有一种纯粹的自我情感流露 这一点尤其难得 因为许多文学作品 常常为了迎合社会或者他人 而丧失了真挚的情感 而燕书则始终保有一种清新 自然的得调 他不写赐运词 也没有和其他文人进行什么唱和 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 他作为一名宰相的从容与自信 他的词作可以说是 中国古典诗词中一种自足的存在 不需要外界的认可和追捧 因为 他们本身就是美的代名词 燕书词中的时间感 回到幻兮杀这首词 整个词的主题围绕时间展开 前片的去年天气就停台 表现了对旧时光的回忆和依恋 后片的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则是在旧时光与新时光交错中的情感转变 花谢是时间的消逝 而燕归则是时间的轮回 这种对时间流动的感悟 贯穿了整首词的情感线索 燕书通过这些简单的意向 传达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愿而停止 花儿会凋谢 夕阳会落下 这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 但在另一面 生命中的美好也会一再重现 燕子归来 熟悉的景象回到眼前 这是时间的另一个面向 轮回与新生 这样的思考在燕书的词中屡见不鲜 他常常通过这些看似细微的景物描写 传达出人生的哲理与感悟 而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人的根本原因 总的来说 燕书的唤细沙坛称颂词中的经典 尤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对剧 被称为千古奇偶 其深刻的情感和优美的对账 无疑为这首词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正因为燕书不为应酬而作词 他的作品展现出一种真性情的自然之美 这种美不是漂泊的愁苦 也不是强烈的悲伤 而是一种平淡中的眷勇 一种对时间和人生的深刻体悟 燕书通过这首词告诉我们 时光无可奈何 但美好总会再次归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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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